好另外台东消息再看到台东县蓝宇外海东南方大约三海里的小蓝宇 在12号的傍晚是突然的起火 所幸是无人岛并没有人员伤亡 那么蓝宇消防分队表示 蓝宇居民有登岛焚烧稻草以及放牧的习俗 不排除是起火原因 那么火势最后是在晚上的8点多左右自行粉面 熊熊的火光只窜天际 与傍晚的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 令人看了触目惊心 这起火灾事故发生在12号傍晚 位在台东蓝宇东南方约三海里左右的无人岛 又被称为小蓝宇 疑似有居民登岛焚烧稻草 不慎引发大火 火势十分凶猛 烈焰滔天 所幸起火的地点是无人岛 并没有人员伤亡 消防队接获通报之后也无法登岛 只能在岸边进行监控 火势也在晚上8点多自行熄灭 记得潘中尾蓝宇相报道